嗨大家好,我是CC 之前我说我来大理住几个月 就有小伙伴问我租房子的价格 那这个视频我就来谈谈 来大理旅居就是慢旅行 就是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个月以上 租房子的价格 甚至说住几年买房投资的选择 这个视频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给你个room tour 看看我的技术环境 第二部分就是来聊聊 来大理租或者买的三种房型选择 以及价格 我租的地方叫普济民宿 很多做民宿生意的就是 从当地房东手里租 很典型的大理两三层 为合适的小院子 然后每间屋子租出去 民宿一般都是短租 但是因为疫情影响 老板说生意不好 入住率不高 所以做了长租 上面三层那两个窗户 是我的屋子 厨房在一楼是公用的 你老是冲我叫 这边快递就在一楼 然后这边客栈底下有一个小区域 是房东自住的 这个是走廊的样子 也是阳光明媚哦 这就是屋子里整体的样子 我做了很大的挪动 这是一个厅的位置 本来这有一个沙发 被我挪到那里 那我跟你细说 这里本来是有一个电视的 就是那些砖都是这样平铺的 上面有一个电视 因为我不看 所以说我让老板给它搬了出去 然后我把砖挪到一边 然后这边就是做瑜伽倒立 这样就是两侧没有东西比较安全 然后这边景色很好 两个大窗户 那边有点雾气 其实应该能看到尔海的 然后看看楼下 就典型的这边的房子 就是维和式的院子 那这边有镜子 绿植 那个行李箱是个摆件 这边还有哑铃 这个房间就是清水火凝土的工业风 对这边是一个健身的空间 这个箱子和地上一摊是一个secret project 我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其实本来灰色瓷砖的这个地方 是个健身的空间 那个哑铃和藏在椰子底下的那些灵片 还有这两个器材就是这么摆放的 但是我健身只需要这个大的空间 徒手健身就好 这个房间没有桌子 它就是一个小茶几嘛 太矮了 但是我一定要用电脑的 所以老板就献给我拿了一个折叠桌 对这就是我办公的区域 然后上边是另一个双刃床 能躺下两个人 对于我来说就是储物空间了 然后我这个人有点强迫症 你看就是那个书架对我来说看着没有用 就是所有没有用的东西我都堆到了上边 上面还有我的行李 在里边看不到 嗯 这边有个衣架 然后看洗手间吧 这个折的帘子被我给拿上去了 因为一个人用嘛 所以说有帘子没用 这个是卫生间的样子 然后中卫中举吧 就这个墙纸贴的也太难啥了 生怕人不知道这是墙纸而不是砖 来咱来吐槽一下这个墙纸贴的 你看我录视频之前把垃圾倒了 这是对观众的起码尊重 and towel laundry bag 我发现一般洗手间都没有放香皂的地方 所以我发明一下把这个杯子反过来 香皂放在顶上这样就是水不至于把它淌 然后就是我一些护肤品的东西 然后再来看看床这边 它是我的床友 不付房租的床友 这边没有隐形的浴柜 所以常穿的我就摆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化妆的东西 我觉得卫生间太暗了 所以化妆习惯在窗边 嗨 这边的两扇大窗户是朝东的 然后采光非常的好 然后这两扇小窗是朝南的 所以一天都会有阳光 墙上的装饰还不错 然后这个吹风机我放在床头 是因为我洗完澡就钻在被窝里吹头 很重要的电热毯 云南这边早晚温差大 而且大理冬天还是蛮冷的 所以说有个电热毯很必要 那边是空调 但是因为这个屋里太大了 所以说空调没起什么作用 这个区域你看原图本来是一个坐下来喝茶的地方 但是我来不是天天喝茶的 所以我把那些东西都扔到了楼上 然后这边就是把沙发搬过来 然后小茶几搬过来 就是一些基本的燕麦啦 黑巧克力 红枣 一些水果 然后我的两个可爱的椰碗 这个是用来喝燕麦粥的 然后这个是用来就是去吃摘饭 能尝下很多饭菜 哦这个比较突兀 是因为我在网购了几个椰子 用来开椰子的 然后自己的餐具 像这个沙发的垫子被我用来做运动的保护了 然后就是多余的凳子啦 这个房间对我来说的确有点大 有点空 有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 这个浴巾放在这 是因为天台上有一个躺椅 有点脏 所以我每次去天台晒太阳的时候 都把这铺上 OK 整体看一下格局 虽然里头的东西已经被我挪得不像原来的样子 但是为我所用嘛 这个灯还是蛮有感觉的 反正我是越来越极天主义了 我希望空的地方 像这个空地 晚上可以用来跳舞 自嗨 我们上来看一下天台 天台蛮大的 桌子 苍山 这就是那个躺椅 那边是尔海 明媚的一天 然后那边是洗衣服的地方 哦 从这里能看到我的屋子 看那两个大窗户 我的屋子 大理的冬天几乎不下雨 我来了快两个月了 一滴雨都没有看到 然后这边是洗衣服的地方 那里是洗衣机 然后晾衣服的 就是天台大致的样子 有的时候我吃午饭 就坐在天台上一边 后背晒着太阳一边吃 我租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豆瓣大理租房 这个小租里找到的 这个小租里就是租长租房的 信息很丰富 价格嘛 这个屋子第一个月是2000 第二个月1900 第三个月1800 但是如果一下签三个月的合同的话 就是每个月都是1800 包水电网煤气 如果你要做饭的话 我刚上网看了一下 同样的屋子如果是单天租的话 目前是240亿万 这个是我为什么喜欢办旅行 因为月租房很实惠 我再来说说大理普遍月租房的价格 是600到2000不等 像2000我住的这种是属于贵的那种 因为有厅的一个空间 以及还有一张床可以一共住四个人 虽然这个厅对我来说没啥用 但是锻炼还是宽敞点 方便点 那600那种就是比较小的 简陋一些的 你能想象到 那平均来讲一般是1000到1200 就是说我这个屋子是40平方米 然后2000 如果是20平方米的 一居室可能就是1000到1200美元 好那以上所说的是客栈 或者民宿长租房 那第二种房子的选择呢 是盘下老院子 老院子呢 就是原始的当地村民住的房子 大概分为两层 你接手之后要进行改造 无论是院子的除草 然后水电网要重装 然后打个新的灶台 重装玻璃等等 比如这个图 二层的防护玻璃就是后家的 这个玻璃也是改造过的 当然这种老院子也有很原始的这个样子 然后也有稍好一点的这样子 最小的老院子可能有两三间 最大的老院子能有十间 你要是想做民宿可以租大的 然后拿改造 你要是想自己住就租小的 没改造过的 大概一两万一年 但是你要加上改造的成本 然后一般都是常租 至少三年五年吧 因为短租不合适 你要改造嘛 长期的呢 你可以租十到十五年 你也可以买下来 当然老院子有大有小 所以这个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 这边卖院子了 租房了 就在这边贴小广告 所以说你如果锁定了一个区域 你就在大街上溜达 就能找到这种信息 可能比你在豆瓣小组 还就是定位精准 那这里插播一条 租以上两种房子 民宿和老院子 我要提醒你两点 一是要离市场近 民以食为天嘛 有新鲜的瓜果蔬菜 以及熟食 会让你的生活方便很多 二是这边有很多做木工的作坊 以及因为旅游热门地 很多客栈在装修 所以会比较吵 你看房的时候 周围的这种噪音因素 你要考虑到 那第三种就是别墅小区 就是商品房了 自从海南限购以后 云南就成为北方人 避寒或者投资的首选吧 大理比较有名的是 银海山水间 目前已经建了好几期了 大部分是连排别墅 我在网上找的图 我拜访了一个朋友 他就住在山水间 第几期我忘了 那拍的这两张图呢 就是他窗外的景色 以及阳台的一角 绿化环境都蛮好的 他租了三室一厅 是个顶层 然后有一块整个屋顶 都是玻璃采光很好 是五万一年 大概是四到五年的合同 还有一个小区 叫大理的小院子 不是刚刚说的老院子 这个小区名 就叫大理的小院子 也是独栋级连排别墅 这个我去看房了 但没有拍 感觉它外部环境很好 但是内部装修很普通 这个小区还有配套设施 我就读了 三千五百平米 大型会所 会所内健身配套 一英俱钱 健人房 网球场 游泳馆 碧球馆 桑拿 SPA等 总之山水间 大理的小院子 这种别墅小区 买的话 均价在2到2.5万一平米 OK 那我再总结 算这房子怎么选 如果你想图便捷 住几个月就走 想住在这种白墙 清广 改造好的房子 那你就选 民宿或者客栈的常租 就像我这样 这种常租 也可能是房东 自己把自家院子 腾出一两间租出去 但是视觉效果 肯定没有民宿好看 但是房子的类型 是一样的 那如果想常年住 自己拥有一个 有感觉 有情调的院子的话 就租老院子来改造 但你也可以租 改造过的老院子 当然这个价格 就不止1两万一年 当然这样比较省心 毕竟没有经验的话 改造一间房子 是一项大工程 所以盘下这种老院子 你多出的屋子 你也可以租出去 当一个小的民宿老板 那连拍别墅 AKA商品房 这种的话就是 你既想享受 风花雪月的乡村生活 你又想住上现代化 配套设施齐全的房子 这种的话 也比较适合养老或者投资 All right 我说完了 来大理认识了很多人 都是全国各地来旅居 或者定居的 大理有他的魅力 以及独特之处 从北京到纽约到深圳 在大城市生活了近十年 现在我开始探索 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大理先带你了解到这儿 之后我们去哪儿 后会有期 Bye 下个视频见 哦 屁股做麻了 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